超認真試吃 今天要來試吃兩款小廚師與點水樓合作的泡麵 分別是 番茄牛肉麵以及紅燒半斤半肉牛肉麵 這兩款泡麵厲害的地方就是一碗就要195元 比一般坊間的現煮牛肉麵還要貴 只能說這一包泡麵真的很厲害 因為你看它的牛肉竟然這麼大一塊 哇! 番茄 它的湯其實不像想像中一般泡麵那麼鹹 反而是一種番茄為主的甜味 還蠻清爽的 它的牛肉其實的話 我覺得很像是以前那種牛肉罐頭的牛肉 它比較稍微硬一點點 但是的話因為它的厚度很夠 所以咬起來很有咬勁 其實它蠻過癮的 它的麵條呢 寬度實際上比一般泡麵來的寬 所以咬起來的口感我覺得反而比一般的泡麵更好 而且配上它這種甜中淡鹹的味道 還要很開胃 牛筋 而且不只一條 你看這麼粗的牛筋 一條兩條 還有牛肉 然後 欸!還有一條 三大條的牛筋還有一塊牛肉 是不是超厲害 雖然說是紅燒 但它並沒有紅燒那麼死鹹的味道 反而比較偏向就是 清燉的感覺 欸這真的很誇張耶 這麼大一條 你相信這是泡麵嗎 它牛筋是又軟又Q 我覺得就是對泡麵來說 你真的很難想像它是一碗泡麵的用料 對於愛吃牛筋的人來說 它實際上已經算是蠻入味的 口味比較重 所以對於就算是宵夜來說的話也很過癮 兩款比較起來的話 我比較喜歡這款半筋半肉的牛肉麵 因為能夠在泡麵裡面吃到這麼大塊的牛筋 真的是太過癮了 こpas做OK 嗯 Ensuite 好了